而就在各地的闹元宵的活动陆续展开的同时 台中灯会也在前天点灯了 不过却传出了今年花灯的规模都不如从前 尤其今年的新增的风源葫芦敦灯区 甚至还出现了有摊贩团团围住 一个直径大约是三公尺的主灯 整个焦点全被模糊了 有民众觉得很失望 走进台中灯会的葫芦敦灯区 大大的草地上放的就是这一次的主题花灯 不过仔细看看入口的小兔子 还有城堡装饰以及主灯加起来只有十多个 让民众看起来很失望 因为以前它分布的比较广 现在就只有部分一点点这样子而已 现在说改合并就比较不紧 所以说来看这些灯会有得很失望 有差 不过周边的摊位倒是比花灯多了不少 有民众说快要分不清这是灯会还是夜市 而摊上尽管一早来摆摊 不过参观的人实在不多 一天租金就要四千多块 和以往相比得多付一倍的金额 观光局表示 今年经费和去年相同 只有一千八百万 二十三万个小提灯已经花掉三分之一的预算 其他经费就必须布置三个灯区 和国局相比 今年花灯的试样造型已经数量都不比往年丰富 市府观光旅游局说 在县市合并之前 是由原来的台中市新闻局发包完成 接手之后已经没有办法来修正灯区的规划 在人力和经费都不足的情况之下 时间紧迫也找不到可以追加制作大型花灯的厂商 也只能够请民众多多包涵了 记得您健身赖世杰台中报道